糊涂 本来不需要受这罪 糊涂啊 那迷得深的人还以此为落 真的不想出去 只有觉悟的人明白了 我们这一点觉悟来的不容易 几十年没离开尖教 在尖教里面得到这个信息 英光大师教我们 常常想这个死字 天天看这个字 常常想这个字 一口气不来了 真的就死了 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间 时间不长 来生来世怎么办 生死 一定要认识清楚 生有生死 灵性不生不灭 迷了的时候叫灵魂 物了的时候叫灵性 灵魂 变成灵性 那叫变异生死 学佛的人知道有两种生死 叫分段生死 变异生死 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这个身体生死是分段生死 灵魂向上提升 这是叫变异生死 那个没有生死的现象 确实它不生不灭 使灵魂 使灵魂 转迷为物了 它觉悟了 觉悟了叫灵性 不叫灵魂 没觉悟 灵魂出不了六道轮回 觉悟之后 它就超越了 为什么 六道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不再留念六道了 这就超越了 不是他们有能力超越 他留念这个地方 不想超越 这么一样 所以觉悟就超越了 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灵性 不再干糊涂事 佛在经教里面教导我们 凡所有相 皆是虚亡 不但六道不留念 四圣法界也不留念 主要知道四圣 是释迦摩尼佛的方便 犹豫土 那个地方叫净土 而为什么叫净呢 善悟没有了 有善有悟 是染悟 不清净感 你看 你造的善事 三善道受报 造的卧室呢 三善道受报 这在轮回 六道是染污 是晦土 五座卧室 这个要知道 在佛菩萨眼睛里面 六道是苦海啊 这头出头母 佛看这些众生 常常探着说 可怜明天 糊涂 本来不需要受这个罪啊 糊涂啊 那迷得深的人 还以此为落 真的不想出去 只有觉悟的人明白了 我们这一点 觉悟来得不容易啊 几十年没离开金教 在金教里面得到这个信息 长时间的信息 让我们逐渐逐渐体会 这是真实的事情 有理论一句 一点都不假了 应当要把它放下 总得早一天放下 越早越好 要是照佛菩萨的标准说 当下就放下 绝对正确 放下你就成就了 放下直处 你看你就成阿罗汉了 放下分别 你就成菩萨了 放下奇心动念 你就回归自信 你就成佛了 映光大使 在全集里面 最后一本 永思乐 里头有一篇文字 写的是 映光大使 是极乐世界 大师智菩萨再来 可以相信 那么这个话是 大师智菩萨的赞叹 偶叶大师的身份 没普录 大师智菩萨对他如此的赞叹 那他是什么人 你看 纵令古佛出世 重铸此经 也不能高出其上 他是不是佛再来的 这个话第一次 他是佛再来的 是不是阿弥陀佛 映光大使没说明 我们凭着智慧的判断 如果不是阿弥陀佛再来 肯定也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 观世音菩萨九元节已经成佛了 现在在极乐世界 这叫道家慈行 以菩萨的身份 来卸助阿弥陀佛 广度众生大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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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